如果我們想要提升慢跑時的運動表現 我們可以透過以下幾種肌力的練習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Squad 深蹲 第二個我們可以用Lunch 大弓肩部 第三個我們可以用Plank 平板式 首先第一個動作Squad 我們站在距離牆一個肩膀的距離寬的位置 然後腳打開與肩同寬 雙手往後扶著牆壁 讓臀部往後傾靠著牆 兩邊的肩膀放鬆 吸氣的時候讓身體開始貼著牆壁往下滑 到膝蓋彎到90度的同時 吐氣往上推回到腳膝蓋圍彎的位置 再一次往下的同時膝蓋對準腳尖 膝蓋不外開也不內夾 吐氣的時候往上回到一開始預備的位置 第二個動作是Lunch 大弓肩部 預備的位置 腳打開與肩同寬 右腳往前跨一大步 這一大步兩個肩膀的距離 一個肩膀的距離寬 吸氣的時候後腳前腳膝蓋彎 注意下去的同時三個90度 一個是前腳膝蓋 一個是後腳的膝蓋 一個是後腳的腳跟 吐氣的時候往上推 推到膝蓋 跨腰伸直但微彎的位置 重複的做5到10次 吐氣往上吸氣往下 當你做完的時候把腳推回來 然後另外一隻腳一樣的注意事項 第三個動作是Plank 首先我們趴在地板上 腳打開與肩同寬 讓手肘與肩同寬 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預備的時候停住 吐氣的時候把肚子往上提 腹部往上 讓臀部與肩同高 再可以的你可以試著把膝蓋伸直 停在上面10到15秒 之後膝蓋先著地 再慢慢的回到地板 最後一個是臀部的伸展 起一隻腳 讓你的膝蓋外開 可以扶著牆 臀部往後做 用同一側的手輕推的大腿 感覺臀部有一些緊的感覺 腹部微微的內收 注意地板的腳膝蓋不超過腳尖